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听到的是徐师兄的感悟 艺人学佛 避应全家 公司员工外出突遇车祸 菩萨慈悲保佑 安然无恙 今天我来分享2021年2月8日发生在我家的事情 当天下午我家公司的一名工人开车出去办事 下午三点左右我儿子接到一个电话 一边说话一边急急忙忙往外跑 而媳妇也跟着跑出去 说工人出车祸了 好像挺严重的 儿子和儿媳到现场 看到车子的两个轮胎撞破了 汽车的前面撞得不成样子 原因是工人办事回来的路上 本来是正常行驶的 突然对面有一辆车冲过来 撞破道路中间的栏杆 直接撞到了我家工人开的车 工人一点没受伤 对面车子里有个老人抱着孩子 孩子脸上受伤流血 车子饱废了 如果不是菩萨保佑我家工人 他哪会儿一点不受伤啊 如果没有菩萨保佑工人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一人学佛 避饮全家 感恩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哇 过程真的非常惊险 结果又让人非常感动 一位马来西亚的佛子 也分享了他的体会 现在分享念诵108遍 礼佛大忏悔文后 梦见笑业障的梦境 弟子针对邪淫的业障 在今年1月 许愿念诵108遍礼佛大忏悔文 在2021年2月10日前 已经念了66遍 除夕夜即年初一这两天 抓紧时间念诵了28遍 在年初二即年初三 终于念完了许愿的108遍 年初三晚上就梦见 我把很多装着书 一袋一袋黄色的脏水倒掉 感恩观世音菩萨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看了不好的书籍及影片 导致自己犯了邪淫的业障 弟子会好好守戒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 师父讲一个小笑话吧 共沾法喜 感恩师父 有一个人二婚 婚礼那天 他前妻给他送来了一袋枣子 一袋金 一只精致的碗 一把漂亮的太阳伞 还有一只打火机 结果这四样礼物 这个哥们还挺高兴的 心想 哎呀 你看我的前妻 给我早 可能是要我早生跪子吧 晚 应该说是婚后 我们有晚饭吃吧 太阳伞 他可能是说我们婚后 无风无雨的意思 打火机 嗯 比喻 是今后日子 红红火火吧 晚上回到心房 他把四样礼物 放在桌子上 一看 早 晚 散 火 这就是人的心态 有几个人 会这么宽宏 大量 他叫他早晚 上火呀 要明白夫妻相处的时候 他们曾经也畅快地笑过 痛快地哭过 他们曾那样 真正确的爱过和规划过他们的未来 最终 最终 最终还是走散了 要懂得 要懂得 有些人帮助你改变了你一生的轨迹 有些人带你是亲人 爱你如生命 他们就在那里 但现在怎么远不愿意见到你 这就叫缘分 不管讨债还债 台长告诉你们 连护法神保佑你 也要靠着你 这个佛缘 你不拜佛 不磕头 护法神 不会来保佑你们的 你们不好好念经 天天 动坏脑筋 没有佛来保护你 只有魔来关注你呀 感恩师父 一个人的心态是多么重要啊 是啊 我们学佛人要有正能量思维 阳光就会一直照耀我们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